要射 要射 注意了 290囉 跳起來 跳起來 290囉 嘿嘿嘿 嘿嘿嘿 好耶 嘿嘿嘿 哈哈哈哈 哎呀 跨日了 讚讚讚 強阿阿阿阿已經交了3個女朋友了 恭喜主播290 謝謝阿強 謝謝阿 剛好跨日 看能力值 極限點數18點 好少喔 哈哈哈哈 唉唷 難教的9分鐘欸 不讓我練完嗎 怎麼沒廣開刷 不要廣啦 靠杯 不用不用 哇 有錢欸 紅包欸 激血飢餓 紅包 讚讚讚 如果能力值點下去阿 哇有加班費 漂亮喔 有國人已經決定要8100 沒有現在升完等要 可以再一次反堵現象 麻糞請主播行為各種 升完等要來做一些大事情了 先看一下經驗值 先看一下經驗值變多少 哈哈哈哈 這多少啊294305470836577 這是多少啊翻譯一下啊 這數字是多少啊 294兆嗎是多少啊 看這什麼數字 給翻譯翻譯快 你給翻譯翻譯 290的經驗值 294兆 哇靠 跟各位報告一下 待會 開洗內錢 慶祝290啊 幫你們洗個內錢 啊剛好掛日 啊要給我洗的就給我洗 沒有 從來沒有收過錢 好不好 沒有沒有收過錢 只是單純幫你點而已 分享一下這個好運 這個福氣 分享一下 希望可以幫你們洗到不錯了 290還要練嗎 我很猶豫欸 還要練嗎 前天我終於290啦 今天做這部影片跟大家說 290後的我會做哪些事情 首先風谷畢竟是養成遊戲 所以主軸並不是練功 練功只是培養的其中一個環節和步驟 有很多海外消息相信各位應該也已經知道了 當然台服會不會跟上韓服或是其他版本我不知道 我覺得只有現金販售方塊取消這點不會跟其他都會跟 在昨天的內潛減罵的時候 我把我全部41隻分身的內潛全都洗成B傷了 原因在因耐的頻道影片裡面有提到說 戰地系統的戰力公司未來要改變啦 現在是只吃心力和角色等級 未來會改成吃角色的戰力指數 而這個指數台服應該是在伊甸提斯克這版結束之後的4月1號上限 具體來說可能會是角色的攻擊力、竹鼠、爆傷、B傷等等的能力 詳細大家可以去看看因耐的影片 我會放友情連結在下面 所以考慮到未來戰力公司會改變的情況 現在你可以開始陸續著手進行改變 在以前我也有提到戰地系統未來一定會提升 我本來是覺得角色卡會從SSS的250卡 往上提升成275可能X等級還是STAR之類的 結果目前原廠沒有要往上提升角色卡 取代這個是有新的強化系統 就是聯盟戰地神器 因耐大大發在巴哈也有一陣子了 文章連結我等等也會發在下面 文章指出神器有很多項目級任務 完成任務可以得到經驗值以提升神器來獲得各種不同的能力 能力的部分有些很特別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興趣來做挑選 再次強調一下玩法沒有一定 那些說你玩的是錯的白痴 麻煩你直接跟他說關你屁事 現在也很多人說用薯帽S根本沒卵用 傷害很低還是怎樣之類的 我就想用阿怎樣不行喔 要用什麼帽子到底關你什麼事 要不要我晚餐要吃什麼都要知會你 還是經過你的同意阿 這個表提供的是神器系統在10等時的數值 我前面有提到他是要解任務來獲得經驗值以提升等級的 不要忘了這遊戲是風之谷阿 要解任務農每日還是幹嘛的作業絕對不會少 細項有幾個很特別 像是經驗值額外增加12% 重點是後面攻擊數量加1 這點很值得期待 當然腦補的空間很多 甚至所有技能攻擊的數量都增加還是怎麼樣的很酷喔 我舉個例子 YES的刻印在狩獵時攻擊怪物的數量加1 或是破風的風雅精之類的這種追擊技能 如果攻擊數量加1那真的很懸喔 還有冷卻時間初始化機率增加 這個指的應該就是跟你內潛的無忍一樣效果 所以假設神器無忍跟內潛能夠重複疊加的話 使用無忍的玩家將可以從目前的MAX20%上升到27.5% 那些卡性之夜的玩家真的是跟你們說聲恭喜準備起飛啦 卡蒂娜和卡莉的技能都是for攻擊用的 所以無忍的機率越高相當於你能夠重複施放技能的頻率可以增加 當然如果你很衰都不會觸發的話 你可能要多去服阿嬤過馬路 而銀武的服忍是for防禦用的 普遍是為了絕殺和鎖鏈都是無敵技能 退堵轉身也是為了降低絕殺的冷卻時間 所以在銀武來說是有效的提高生存 最後一項是終極攻擊類技能總傷害增加 這個應該是跟超技能的項目一樣 我記得之前在巴哈有看過某位大大的測試影片 但我忘記在哪裡看到的 如果有人記得可以下面留言一下 我會置頂給想做學問的同學看 這個終極攻擊類技能的總傷害是直接加在傷害上還是機體上的部分 還有是哪些技能會套用呢 像英雄劍神那種終極攻擊應該沒什麼懸念就肯定是啦 那像瘋妖精或柯英或是查克里這種算不算終極攻擊類的技能呢 我覺得大家這點可以拭目以待 快的話應該是在今年六七月就會在台服上限啦 在神器的特殊任務欄位裡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項目是你現在就可以開始先準備的 看起來是圍繞著成就勳章害收藏在旁 還有一些特殊項目像是維多利亞島的忍耐任務等等 我建議同學們可以現在就開始準備 在神器系統上限了之後就不用在那邊惡谷進度啦 還有像是崔斯坦的繼承人這個要每天花時間去打巴洛骨 建議你也是要提早弄比較好 因為這個一天打沒幾場 然後巴洛骨前幾分鐘他是無敵的我忘記了 所以他打不死是正常的 他還會召喚小怪可以順便刷收藏 講回剛剛的新戰力攻勢改變要撐B傷爆傷等等 心力則是說避免重複計算 所以在這期的戒指商店裡面有一個瑪瑙戒指可以選擇 不同的能力 我把5個都買出來各給不同的分身選的都是B傷 但是一個伺服器只能買5個 可是我未來會套用的話 那你可以額外增加10%B傷的戰力 反正是免費的活動 同學們記得不要錯過 今天到4月1號還有一段時間 看完影片的同學記得去買起來 在290之後還是要必須坐牢農碎片 因為接下來六轉的進度是開放到精通二技和共通一技 這兩個技能吃滿碎片 我記得沒錯應該是要8000多個 氣息的部分上限是20個大顆 所以沒辦法 但是氣息是小事 反正打怪就一堆根本用不完 碎片還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290之後我可能還是會先準備89000個碎片 再來會去練260等的燃燒 畢竟角色卡還沒有全部練到250 還有可以提升的空間 講到這裡我就順便講一下 你拼圖的內圈 我建議你橫數選三個能力 主屬、副屬跟對應的攻擊力 自己可以檢查一下你的內圈有沒有多擺到別的能力 詳細的教學應該在我戰地10500的時候 我會專門做一部專題來教大家 所以未來還是有很多新的系統來提升風鼓的遊戲性 風鼓的多元精明 這點我們還是必須得給營運團隊鼓勵 像是台服再也要跟惠惠聯名一夜合作 有幸運的同學們在4月1號不要忘了準時上限開抽 那以往的加工點裝都是伴隨著IP合作出現 這次我夢到會有新的加工披風 不要問我怎麼知道 我不知道 我說我夢到的 這次會不會讓天下無敵的鬥神披風跌落神壇呢 我們就拭目以待啦 掰掰 歡迎大家收看